小女婴臀部大片红疹 上头还起了水泡 女婴母亲接获月子中心通知 说小孩起了尿布疹 但她一看不对劲 立刻送一急诊 急诊室医生初步判断应该是烫伤 但这样的说法业者也无法接受 家长和月子中心业者各说各话 没有交集 家长心疼小孩投诉媒体 控诉月子中心没有好好照顾自家宝贝 我当下看到我的小孩 我马上掉下眼泪 我大喊这真的不是尿布疹 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烫伤情形了 而受到家长控诉的 就是桃园这间月子中心 不先取接获报案也派员到场鸡茶 那你们老板在不在啊 我要接电话联络 现在业者不排除 对判定烫伤的医生提告 而家长也要求警方调阅监视器 离清案情 现在双方没有交集 而到底真相为何 就等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离清 记者林中正桃园报道